你可以沒有愛情 但是不能沒有音樂 而蔡英文在台一線台九線之後呢 今天開始台三線起跑 連續三天搶客家票 蔡英文 蔡英文 披著客家花布喊動算 來到台三線客家庄 他尬小英 人親土親大受歡迎 更高科技化 一張一張紙鈔往台上丟 還有小朋友拿一百塊 要捐給蔡英文 雖然小英順手收了 不過未成年政治獻金 不是才剛剛被監察院給盯上 民進黨想還錢卻找不到 雖然有點小瑕疵 但三隻小豬還是大成功 面對馬總統批評小豬 撲滿是向人民要錢 不向國民黨償富於民 蔡英文全力反擊 你打我三隻小豬 我K你國旗福卡 蔡英文接著加碼 農民的收入一直在倒退 一直在減少 所以我說 總統要對這件事情道歉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嘲諷馬總統拿不出有感政績 農業產稀稀 應該向農民給三個道歉 雙英對決逐漸加溫 就算在客家庄 蔡英文也思考 不客氣 中文系王建人 李宇喬AQ小豬 台中 唱不到